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的幹部就是匪幹 解放軍就是匪軍 中共特務就叫匪碟 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 父匪分子 共匪 信口癡和 笑罵猶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毓民 向低致苟喊說筆 My Radio 17年內 不改初衷始終如一 全新一輯 毓民踢爆之說文解誌 逢星期五 晚上九時首播 敬請訂閱My Radio YouTube頻道 並且付費支持 令你耳聰目鳴的網台節目 多謝大家 隔空發工 毓民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毓民踩場 是2024年的5月13號 星期一 現在是晚上10時04分 我們節目直播的時間是十點鐘 剛才我們用了幾分鐘的時間 在留言區那裡和各位老友 大家去tweet chat 這一段 之前那段 五分鐘那段 我跟一些網友tweet chat那裡 到我們上載上去的時候 就沒有了這段東西的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節目的正題 這個美中關係當然現在就是 整個國際政治裡面 是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習近平最近歐洲之行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所謂外交的 這個叫做國事訪問也好 whatever 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 他五年已經五年沒有去過歐洲 今次就去訪問這三個國家 當然在中共的那些宣傳媒介裡面 當然是 過功頌得 四個大字 這個外交部長甚至說 這個第一夫人 這個彭麗媛 那種拍馬屁 這些是中國官場的特色 你會不會看到這些外國西方國家會這樣 對嗎 這個外交部長走出來殺有戒線 說這個主席夫人多麼優雅 她出訪是加分 當然是帶她老婆出訪的 很多國事訪問都是 對嗎 如果用你這個王毅的邏輯 以前江澤民帶著她的老太婆 她賣相又沒有 甚麼都沒有又不夠優雅 那即是 那即是怎樣 喂 她習近平的老太婆 以前是偽人來的 是吧 所以 中國政治 真是垃圾到不堪 你還有共產黨 極權統治 一黨專政 都在那裡 要做這些所謂 認知作戰也好 統戰也好 但是整個歐洲之行 你有甚麼收獲 老實說 是吧 那別人例如你是當然的 你現在是全世界最強的兩個國家 其中一個國家元首 去歐洲訪問 那別人應有給你的 即是那個接待 就一定是 喂 他有個層級分的 大哥 你是國家元首 或者你是極權 國家也好 甚麼都好 那你是國家元首 那就用國家元首 那個 那個 就是 那個禮譽 可以這樣說 禮賓的層級 就是國家元首 那就很厲害 是吧 最好笑就是台灣 那些親中的 所謂名嘴 嘩 真是說到天花龍鳳 是吧 還可以從這個 其實這一次的國事訪問 訪問這個三個國家 有甚麼得著 你告訴我 是吧 門面話 大家都懂得說 是吧 那你會改變了歐洲 就是 對這個 中國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 由共產黨 就是一黨專政的這個國家 或者習近平 一個人說了事 好像普京一樣 就是 他覺得 跟他保持這個 友好的關係之外 還可以有很多合作 那也是做生意 就是 是吧 一有事的時候 那就很清楚 立場 站在哪裏 很清楚 是吧 唯一是以色列 中東問題 這些西方國家 就真的比較尷尬 是吧 因為以色列又瘋了 也是 是吧 好了 今天呢 我要講的就是 所謂美中關係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其實現在 美國和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美國和中共國的關係 是吧 他的關係要正常化 其實現在是正常的 因為有外交關係 但是也是不正常的 因為現在正在抗衡 老實說 你中國有沒有視美國為敵 這個就是 國有國不同的說法 外交部的外交戰狼 那你就擺出一副戰鬥格 那當然是當美國敵人 是吧 但是事實上 習近平 他會不會公開說 他當美國是敵人 不會的 是吧 但是美國現在所有的作為 是吧 在外交上也好 或者其他 無論是科技 制裁 各樣這些 喂 他幾乎是等於對你 幫你敵人 基本上是 但是好了 你說美中之間 他要復償 不可以說恢復正常 就是說去回 就是 當特朗普剛剛做總統 那個時候的那種關係 似乎就難了 11月這個大選之後也是的 現在你看到兩個 就是 未來的所謂總統選舉的 就是 這個所謂參選人呢 他們都在比賽 誰對中國強硬一些 是吧 所以在可見的將來 特別在這個選舉 11月舉行 之前這一段時間 是吧 甚至乎選了新總統出來 也好 這個美中關係 也不可能改善 那麼現在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喂 其實是幾樣東西 是吧 就是所謂障礙 或者大家有分歧的 一個就是台灣問題 是吧 是吧 接著就是那些新疆 西藏 是吧 的人權問題 這已經是老吊牙的問題 歷史問題 但是又是現實問題 那麼 有空就拿出來說一下 是吧 但是 台灣問題就不同了 是吧 因為第一島鏈牽涉到整個 就是印太地區那個所謂安全問題 或者美國那個戰略地位的問題 受到威脅 是吧 所以台灣問題 就是 美中雙方一個 就是 所謂 要復償的一個最大障礙 第二個 就是香港問題 是吧 美國是鎮鎮有詞的 是吧 我有個朋友經常發文說 現在怎樣對付美國 又或者怎樣一分鐘可以搞定台灣 在那裡說這些 我當他白癡 所以我沒有回應他 是吧 事實上 如果你說中國大陸 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覺得 美國是 對中國 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威脅的 大家 再跳轉 這樣 台灣 主張武統的一定是佔多數的 大陸人民 OK 所以台湾问题基本上是很难解决的 今天最后一节我会讲一下賴清德 他在下个星期宣誓就职 然后会发表演说 他那个演说所520演说 究竟会讲些什么呢 会令台海会出现危机呢 很多人都很关注的 我这一节要讲的 还有少少时间就是 其实美中关系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他要复償 我们用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点 理性点的角度去看 好了 香港问题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 双方都出现一个所谓严重的分歧 我这一次要讲的 可能大家的兴趣 我不知道有多大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 对香港来说也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这个 就是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 这个 梅如碎 中文名字 也认得好像中文那样的 Garguerite May 叫做梅 梅就是梅 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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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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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的深食 对美国的含义 他在这个论坛里面 就发表演说 他 这篇演说 你可以视为 美国 就是华府 对香港的政策 或者他们对香港问题的 基本立场 这个又牵涉到跟中国的关系 或者大家不喜欢我说中国 因为中国就是 我们也有份 或者很多人说 喂 我是中国人 我中国 中华民国也是叫中国 那我们叫他中共国 大家对听 但其实中国 已经给他 喂 中国已经等于中共了 现在 所以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里 但是不要紧 我们可以叫他 中共国 或者共匪也可以 他在那个 就是 网上论坛 发表那篇演说 他主要就是说 这个美国 对香港的政策 和 美国政府 对香港 问题 的立场 和对香港 自从有了这个国安法 和跟着有了这个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 就是 美国和香港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所以他 他说 就是他在那篇演说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他就说 他将美国和香港的关系 他通常的描述 是分三个部分的 这些所谓的三个部分 也都是大家熟知的 第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人际关系 其实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馆 就已经是有 在香港有成 八九几年历史 很久的 是不是 就是 香港对美国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 主要在外交上来说 那 他说 就是那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那个 就是美国之间的 人际关系 第二个就是所谓美港关系 就是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商业和贸易合作的关系 有很多美商在那里投资 对不对 第三个部分就是 就是他这个用词 就是比较斯文一点的 他说 第三个组成部分 美国和香港的关系 就是政治方面 就是 这个美国和香港政府的政治关系 他不是说和中国政府 和香港政府的政治关系 以前没有问题的 你明白吗 香港政府 就是 无论在港英时代 就不用说了 就算去到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初期 是吧 那其实那个美港关系 都是非常之融洽的 无论你和哪个部分来说 人际关系也好 是吧 就是这个 所谓商业贸易合作也好 甚至和政府的关系也好 是吧 是吧 就是 后面第三项 虽不至水雨交融 是吧 大家可能有些看法不同 但是 那关系也是良好的 是吧 尤其是 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 是吧 那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贸易的商业合作 是非常之密切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美国商会 是吧 但是现在就有问题了 特别是第三部分 就是美国和香港 就是那个政治关系 是吧 那他在那篇演说里面 特别提到就是 中共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是吧 就是 就是 他希望 香港政府呢 回到这个所谓 《中英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的精神 和《基本法》 和《基本法》 这个是过去很多 民主派的人 常常提到这个 一个就是《联合声明》 一个就是《基本法》 是吧 小弟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由day one开始 八十年代初 中英谈判开始 我每天都在报纸上写文章 也在《快报》写社论 在《中英谈判》期间 我一直都是不看好的 甚至乎对中英谈判香港问题 我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就是因为没有香港人参与 中英双方单方面去决定香港的前途 没有香港人参与 我们那时候的立论是这样的 你应该有香港人的参与 但是没有 即使彭定康来搞政改 我也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 你应该在97之前 你就要令到整个香港立法机关 全部民选 然后过渡到97 他不就饭 就是他的问题 那就没做到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因为那篇文 大家可以在RFA可以看到的 他那篇演说的全文 我拿一些重点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们非常关心这个国安法 和这个所谓23条立法之后 香港的人权问题 香港的支持问题 是吧 就是他几乎已经说得很白了 那他们是非常不满意的 很关切的 所以会做很多事情 是吧 还有他们特别提出 你现在拘捕了这么多人 是吧 就是希望可以释放 这些所谓政治犯 几百个审讯 是吧 有些人在坐牢 是不是 他开名的是黎智英 还有47人案 这些泛民主派 是吧 还有那些受恶法 所打压的 这些社会运动人士等等 他希望你会回复到中英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的层面 是不是 那里面他们有提到 那些贸易商业关系 那些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关系 是不是 就是说 他说 这位驻港总领事 他所说的东西 是代表华府的 我告诉大家 他是外交部的人 是不是 国务院 是不是 你看回他的经历 他都驻过大陆组织 总领事 是不是 他都会说普通话 是不是 那他说 在政治关系里面 就存在大量的挑战和差异 是不是 美国有兴趣稳定 和香港的关系 但是这个需要香港官员 停止民主退化 停止制出更严厉的镇压 这个是 你怎样才可以令到香港可以 就是 穩定呢 他要停止民主退化 停止制出更严厉的镇压 那他认为 权利和自由的倒退 不仅是美国的担忧 亦是很多国家的担忧 最近这个七国集团外长 对香港的变化 发表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言论 是吧 而美国政府对于黎智英案的担忧 是吧 以及其他几百个香港人 仍然被拘留 以及一些 仅仅因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 而等待可能非常严厉的判决 他们非常之关注 稍后对四十七人案 就是这个民主派初选的四十七人案 那个裁决和量刑 他们也是非常之关注的 也可以想到 当这些裁决出来之后 美国一定会发表声明的 国务院 或者白宫 另外呢 现在他们还担心什么呢 就是香港政府 就试图 限制香港境外的言论自由 是吧 那他们其中一个 就是作为美国 官方 他最关注的就是 香港警方试图在美国境内 执行国安法 这个对港美关系 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那所以呢 在上一个月呢 他的顶头上司 国务卿布林肯 就宣布 美国将 对参与这一类型的 镇压的香港官员呢 实施一些 所谓的签证限制 对吧 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看回 这个梅雨淑 这一篇演说 大家可以上RFA 看完全文的 你可以反映到 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和那个立场 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呢 我刚才一开始讲 香港问题是美中 所谓的关系正常化 或者要复偿 一个最大的障碍 来的 除了台湾问题 就是香港问题 对吧 那 你就算Donald Trump 上台都一样 对吧 那 因为美国觉得 这个 所谓的 港区国安法 和23条也好 是对香港造成的损害 是非常大的 那 那这种看法呢 当然 美国政府的看法 它所依据的 是不是 那个利害关系 当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但是我们的看法呢 就是 这个国安法也好 23条立法也好 香港 就是有这两条法律之后 香港已经没有办法回头 它已经是成为 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一个城市 它已经不是所谓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不是 所以 遲些如果再出现的 更加恶劣的情况 大家都不需要觉得奇怪 休息一下